开国将军扎根荒山,他用行动化解质疑和布局 技术落后,资金短缺,他千方百计修建水库,造福百姓 外行农民改造水田,他如何攻克万难,突起至深 军女人生,本期为您播出四期纪录片,红土情第二集,沃土深情 1957年8月,经组织批准后,甘组常带着全家人,回到了他阔别29年的老家 江西莲花县房楼公社盐备大队,第七生产队,安家落户,当起了农民 我那个时候也有二十岁吧,好多老百姓人都抗他的,抗他,他说他当这么大的关,还回到家里当农民啊,有的人是将心将你的,是吧 嗯,好像人家有点不大相信 1958年3月的一天,当时的盐备生产队队长甘松白,专门找到甘组常并告诉他 经生产队商量,给你家里划拨一亩可以耕种的自留地 大大小小十几口人从外面回来,一点地都没有 甘组常说,很感谢生产队对我全家的关心,这个情我领了,但好地我不要 要给就把村庄以外那个小山坡给我,我去开荒,自己造田 对面这叉地的,就是我爸爸回来,开荒的一块荒地,当时是经济重生 啊,那老百姓呢,说这个地方,我们后来听说,老百姓说这个地方经常有那个野兽出木 爸爸每天早上,清早,早出晚归 吃完早饭,中饭,就在这里开放 回到家乡的甘组常,成天忙得斜不下脚来 穿着打了好多补丁的劳动衣服和农民一起 光着脚在稻田里劳动 当时路过的乡亲们看到甘组常经常一个人戴着铁橱 在经济重生的荒山开荒,好心劝他说 老表不要白费力气 前几年我们都在红土地里开过荒 这里长不出东西啊 甘组常说 红土泥里确实难长东西 我想办法把它长出东西来 你们以前开荒主要是挖得太浅 要挖深一尺多加上积肥 再把表层的土覆盖上 这样重的庄稼根就会榨得深一些 而且不怕干旱 有的社员很好奇啊 跟他聊聊天 探听一下 究竟是还能住多久啊 老表你到我们乡下都看了 也吃了乡下的饭 说是快回去了吧 甘组常说 回去 我已经回来了 我还到哪里去啊 我就是要到这儿来 住在这里 跟大家一块劳动 一块商量着怎么样 叫我们的家乡 一年比一年好 在与乡亲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 甘组昌得知 盐贝村多年来不仅没有给国家交过贡献粮 反而还要吃回公粮 他的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从那时起 他就下定决心 改造冬水田 不能再让乡亲们 年年吃国家的反销粮了 他呢就 去调查了 去田楼里面 山松 那个时候的那个 那个材料很低 东西田呢 就是田里面呢 吃风水 泥巴好深 材料呢 动不起 因为水泪呢 我们要动不起来 他的就 把那个田呢 就够一套 想办法 够一套 他就 扣给我排序 为了改造冬水田 他先后二十多次翻山越岭 来到盐贝公社的八个生产队 反复进行调查和分析 最后终于找到了 影响水稻产量问题的根源 当时 沿北村有一千四百多亩稻田 其中六百多亩都是冬水田 一场大雨 田界都被淹没 成了汪洋 长期干旱 田里仍然淤着刺骨的冷水 从地下渗到地面上 形成了又稀又烂的泥浆 人和牛耕作起来十分困难 不仅如此 种出来的水稻产量还很低 每亩只能收一百多斤 收成最好的时候也不会超过两百斤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机械范 是吧 打不到 只能靠我们这个能力 把老牛离田 离了田还要爬 爬了鱼还要摘 办不到 那个这个东西 不能讲假的 那个又四句 有那个句子 过来有个句子 这就没用了 不收我了 干族昌在调查和分析了 十六个龙和六十多块 东水田的土质状况后 邀请生产队干部和有经验的老龙 开了三十多次座谈分析会 广泛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 最初啊 对你不大愿意听他说 这个老头子在外边 是当兵的 是指挥军队的 他到了农田了 他不懂 还是我们懂 他们不懂 最初的那个 那个一尺多一斗 一尺多一斗 他这个这个 按照老办法来 来私田 这个产量很低 一亩天 两三百斤 后来呢 这个他去 参观呢 引进新的品种呢 那个产量从 两三百斤 就增加到四五百斤 五六百斤 最多最多 就接近一千斤的牧场 沿背大队改造东水田 产量翻一翻的消息 很快传开了 周围十里八乡的群众 都前来取经 连华县还专门组织 各乡的干部 来到沿背大队 进行参观和交流 这个干组商呢 他在乡下当农民呢 他不是个本本纷纷的农民 他是不断的革新 不断的这个 要創造新的品种 能够怎么样想办法的 改变那个农民多收入一点 当时为了鼓励群众改造东水田 干组商将他仅有的储蓄 全部拿了出来 用于乡亲们支付 劳动报酬和购买化肥 据统计从1960年到1962年 干组商总计为全村群众 购买化肥五万多金 为水稻和其他农作物的生长 提供了条件 沿上队给死了 基本上是他当地啊 他一年定期买化肥 都给沿上队 他自己淘金 自己的钱 我那个是 沿上队长 我亲自得很 从1957年入冬开始 干组商就带着盐贝村的乡亲们 打干了三年 改造东水田224亩 引进改良了水稻品种 使东水田的粮食产量 比没有改造前增加了30%左右 其中有80亩稻田 平均亩产达到了500斤 产量最高的一个生产队 有32亩东水田 亩产达到了910多斤 同历史上最好的丰收年相比 还要高出两倍多 开国将军扎根荒山 他用行动化解质疑和布局 他跑到农村来农田 这可能吗 这不会是真实啊 技术落后 资金短缺 他千方百计修建水库 造福百姓 外行农民改造水田 他如何攻克万难 出奇致胜 等许田呢 就是田里面的缺冯绪 你把好生 《军女人生》正在为您播出 四集纪录片 红土情 第二集 沃土深情 1962年春节的大年初二 房楼公社书记刘可欣 到甘祖昌家里拜年 甘祖昌就向刘书记说起 他要兴修水利 和建设电站的想法 并希望公社提出一个方案 当时我就跟他讲 我说 女人的家要建电站 我说电的问题 江山 这个下面可以建 他就讲什么地方 我就讲什么什么地方 没好远 马上两个人一起 就跑到来去 甚至看 他带了个烟斗 他说 比赋比赋比赋 你可以建 可以建 多高的 刷子 就没有好了 就先去 去地 没有想到两人的想法 不谋而合 但同时他们要面对的问题 一是缺资金 二是缺技术 光靠一两个人是不行的 所以要动员 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 干组昌说 现在县里拿不出钱来 公社也入不敷出 怎么办 据了解 智龙已停产多年的 那个煤矿 储量很大 很有开洒价值 不知刘书记是怎么考虑的 如果智龙煤矿 能够赶快上马 两年的利润 就是二十万元 把煤矿收入的这个钱 用于建设 江山水库和电站 是可行的 资金的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就需要找技术人员 后来刘可兴就大胆地向甘祖昌 推荐了一个当时被停止工作的 四类分子技术员 王兴安 刘可兴说 此人曾是莲花县水电局的 一名技术员 技术水平很高 而且还有实践工作经验 又很吃苦 就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 被打成地富反怀分子 天天爱批斗 祖商说 天天批他斗他 斗完了以后 将来人家落实政策走了 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还是让他帮我们 也修点水利建设 也修几个水库 他跟那大队干部商量 那大队干部说 当然是给我们修了水库 留下来 我们只送万代可以 你批他斗他 斗了一顿他 到时候走了 咱们什么也没有 甘祖昌说服大家 我们为了搞水利建设 使用出身不好的人 有什么可怕的 用了他 还要像古人说的那样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甘胆相招 为此 为此甘祖昌决定 亲自去请王兴安 甘祖昌决定 我怕了 你怕了 你到将军那里学下了 就给他送大了 你还行 我扶着 甘祖昌决定 王兴安说 怕什么 乡亲们不把你当成管制分子 我和刘可星书记给你撑腰 我是请你来帮助乡亲们修江山水库的 不要怕出身不好 你有技术 有实践经验 我们信得过你 工资按原来你在水电局时的五十元标准发给你 于是王兴安放下出身不好的思想包袱 全身新的投入到了江山水库的勘查设计中 他用到这个水电材料 可以减两百四十个千瓦的 那个军军 那么就两百四就两百四嘛 那两百四能不能工作好 灯泡 那个是解决那个人家造民的问题 他是全乡都可以工 每一家人家挂一张两张都可以 在修建江山水库时 甘祖昌一直担任总指挥 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总是第一个来到工地 最后一个离开 我五十个老总理嘛 是我带的队 天天早上我们每一到处到工地 他第一个到工地 在甘祖昌将军的带领下 沿背大队八个生产队的五百多名男女建设者 经过两百天的熬战 原计划四十万元的工程总投资 最终只花了十二点一万元 他的唯一的心愿呢 就是想把他家乡建设得好一点 搞加工厂啊 那家家户户户的米啊 他就可以当到加工厂去 加工厂进行机械化 就给他用水粒就把池给磨掉了 就是可以吃的米了 江山水库建成后 仅为了让水库发挥作用 甘祖昌又带领大家进行了水库配套工程 江山水电站的建设解决了家家户户的照明问题 江山水电站是莲花县第一座水电站 从当年建成发电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负责电站管理的技术员刘希南说 现在江山水电站已经和其他供电公司实行了并望发电 为沿北乡群众的生产生活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回乡的二十九年时间里 甘祖昌先后在江山龙潭等地 修建了三座水库 四座电站和一条二十五公里长的饮水灌区 莲花县的农田从此不再干涸缺水 家家户户亮起了明灯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